自从汤家火山爆发后 有好多地方被移为平地 今天我将去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陆地呢肯定是一片废墟 至于海底啊就得由我前去探索探索 余老师你们坐那一台车 这里我们先去看看 汤家版的恶魔眼泪 走走走出发出发 你关门我关门 我关 好那你关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恶魔的眼泪吗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长的 GoPro的伸缩杆 5米啊 太壮观了 现在余老师在操作它的5米伸缩杆 我觉得我也需要一把 我需要10米的 给我看一下岳老师的这个5米伸缩杆 哇 你这个就好比我昨天在砍椰子用了5米的这个杆 哈哈哈哈 你昨天这个还没有5米呢 还没有5米呢 对 OK 我们走 现在我们去龙洞了 一个有个老大的洞口 很漂亮 欠岛油 欠罩的岛油 赶紧走 赶紧走 这好美啊 我觉得汤家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自然风光超级美 看到没 就是很圆 生态没有被开发的感觉 你看我的脚 吓到我了 吓到我了 哇 这个无人机飞过去很好 这是一个洞口 我们走下去了 可以走下去了 所以我们先来走下去 哎呦 确实不好走哦 下不去啊 哎呀 太远了 他在 这个小洞里面还住了好多鸽子 就刚看到飞了好多只进去 是吗 是 你把那个小位照顾好 我垫底 我垫底 小心一点哦 小心点啊 哎呀 没事我垫底啊 你们跌倒我也在后面 也撑不住我们 好难啊 哎呦 小心点 好难好难好难 太难了 哇 哇我们现在到另外一个景点了 喷潮洞 哇那个水 厉害 好危险啊 哇这边的浪真的是波涛汹涌啊 超级震撼 超级震撼 很快 超级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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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我们走 收工 收工 太棒了这里 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准备去一个地方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前几个月 这个火山爆发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听说没什么而鱼了 但是好几个月没有人下 所以我今天准备去挑战一下 今天有事不去是吧 那我先去了 给爸王你来找我们 今天洪哥陪我们去啊 应该25分钟 25分钟就到 这边就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火山在那个位置 然后呢打进来 把这一排全部打掉 这个水泥路的位置啊是到沙滩那个位置 真的不可思议啊 刚刚讲的那条路啊是到这个位置 高度啊高度到这个位置 然后是这样子斜下去的 你可以想象呀这个海啸啊威力是多大 把这边全部冲过来 这次被海啸移为平地的有好几家新级酒店 这些酒店原本生意都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只剩一块地皮 其中有一家三星级酒店 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投资的 这些酒店虽然扛过了两年的疫情 但却没扛过火山喷发所造成的海啸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虽然这次灾难啊也过去快九个月了 但是还是希望这位老板不要看到我这个视频 不然会让他想起伤心的往事 好了我们还是去前面的海域 看看受灾后的海底是怎么样的 你有面筋跟脚谱啊 有OK那我们出发 好美啊这边啊 难怪会有人在这边做酒店 真的很美 这里还有一根钢筋啊 这根钢筋 拔不起来啊 拔不起来 估计里面是什么建筑物 这边我估计海啸路呢 应该是没什么东西了 但是我是比较好奇啊 满下去一下 我们往这个位置 这边 东西放这边 因为太阳晒不到吧 放这里 哇你看今天天好蓝啊 对今天天气不长好 嗯 好好的 哎呀 猴哥陪我下 哈哈哈哈 穿救生衣没问题 OK 今天浪海有点大 嗯 开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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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到的都是各种树干 珊瑚也都没看到 大鱼就更没有了 只有一些小鱼 有了一大圈 看到的还都是树干 所以我决定先打到回府 美男鱼 美男鱼 哇 下雨了 下这么大 那个打鱼没打到 现在想来收笼啊 看一下能不能收几只螃蟹去吃一下 收下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汤家了 再吃一份青蟹 再吃一次青蟹 再吃一次青蟹 哎 找到石头了 这有一只大螃蟹已经上了 不会只有一只螃蟹吧 我感觉你们好辛苦啊 最后一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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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凉 凉凉凉给你 来一只 小只的 你还少了一只钳子呢 可能打架打没的吧 这只跑出来了哟 哎呀别跑别跑 前往 桌螃蟹我还是可以的 我那只更大 我跟你讲 倩倩 左边装一只 右边装一只 装兜里吗 对个杆好 行吗 还不要夹烂了 等会儿 最后一只了哈 有可能 行吗你 这只很大 这只 哎呦 okok 差一点 真差一点 鱼要大了 走吧 快走 倩倩你框带这么大 结果就这么一点 那我们现在再去鱼市场买点鱼吃吧 可以啊 只能这样子了 对没办法了没有抓到那么多东西 倩倩听说你那个 快救我 螃蟹跑出来 真跑出来啊 那不然呢 司机都跳上跑了 你没看见 我吓死我了 这你刀拿掉 你那刀在那里尾巴 你刀拿掉刀拿掉 刀拿掉 我不拿它就夹我了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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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我远一点 哈哈哈哈 这只很大 哎呀 刚刚倩倩到市场上买了一条 这个燕尾巴 还蛮大的 这个燕尾巴 都没什么鱼买了 还有海胆买了一些 我这海胆老大了 太多了 这么笑了 倩倩倩你买这么多海胆干嘛 吃呀 那谁杀 你呀 好样的你 最难杀的就是海胆了 现在我们开吃了 明天要离开了 倩倩也给我们弄很多菜 这个就是今天的燕尾巴 螃蟹也一大盘 三个这么多 还有我煮的豆腐 来喽 叫他们都来吃 有海胆蒸蛋吗 这就是海胆蒸蛋 蔡叔坐坐坐 坐 要不要喝酒啊 不喝酒 好像感觉都是我做的东西 OK OK 开始了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 关注加评论 拜拜